各位弟兄姊妹 新年恭喜耶稣爱你 诸事顺利 每次我们考试的时候 就有一些学生 心里就会发出一个声音 就是下次考试之前 一定要好好的预备准备功课 可是时间一拉长过了 又玩到忘记上市的经历了 结果产生的一样的恶性循环 一次考的比一次差 没有记取前次教训 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考试 也会临到 那我们平常如何预备自己 迎接主的再临呢 我们是否又有警醒预备好自己 平常所说的事情 是否有和主的信义 那今天所读的经文 十个同理的比喻 有五个是聪明的 并不是指他们智力很好 智商很高 是因为他们随时预备好自己 考试的时间我们知道 可是主在临的日子 我们不知道 就是提醒我们平常就应该 预备好自己 迎接主的再临 主何时要到不知道 可是要预备好我们自己 做一个基督徒的本分 那故事中 不是指有由的 不给没有由的是自私 乃是强调自己要预备好自己的 本身要付上代价与时间 不是闲闲没事做 做一个等候主在临的人 而是我们这个人 我们有属灵生命的考试 只有一次耶 不能够补考 当掉就死当了 所以你自己应该应付这场考试 没有人可以代替你上场 不能给你偷看答案 要自己回答 所以平时要预备好自己 但是会不会当掉 不是因为你的成绩高低来算 而是上帝给你多少来算 这好比比较聪明的人 应该有更多分数上要求要更高 那有人神给他特别 有语文的天赋 所以英文会比较好 天生就很会 这样子可能就要求90分才算及格 那有人语文比较差的 可能60分就及格了 这就是后面第二个比喻 按才干受托 多给的要多要 少给的少要求 给了五千的就要收五千回来 三千的就要还三千 而什么都不做的就要被死当了 所以接着明天要讲的第三个比喻的故事 就是上帝审判的时候 山羊绵羊被分别出来要受审判 有能力的要给却不给 病了你也不去关心 饿了也不给他吃 在监狱里你却不去探访 鼓励安慰 那上帝给我们这么多 我们什么都不摆上 就要受严重的审判了 想想你我已经准备好上考场了吗 谢谢大家